你听说过黑山这个国家吗 为什么很多人说 它是巴尔干国家中最厉害的 接着 邱哥就带你们了解了解 黑山人跟塞尔维亚人算是同族亲戚 就单从语言来说 也没有什么区别 黑山曾经是一个公国 被权贵们拿来当作争抢权力的工具 不过后来因为贵族之间的内讧和相互争斗 国力很快就甩肉下去 之后就被塞尔维亚给合并了 不过没多久 塞尔维亚帝国很快就灭亡了 被后来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给吞并了 但是唯独留下了一个省 没错 这个省就是黑山了 就是这么一个省发展成的国家 其实奥斯曼土耳其以进攻维也纳 就像小学生去吹牛一样那么频繁 可即使是这样 也无法啃下黑山这块硬骨头 这其中也是有原因的 首先是黑山这个地方都是裸露的石灰岩 褐色山体名副其实的布毛之地 其次是因为黑山上有一套独特的战术 原来就是一些骁勇善战的部落人 如果说土耳其的军队来的人很少的话 那他们就会正面硬碰硬 如果人来得多的话 那他们就会避其锋芒 推到地形复杂的地方去 然后就把那些山子全部烧光 让他们死在山里面 最后奥斯曼土耳其认为 黑山没有什么资源人口也不多 所以就没跟他们薅下去 后来黑山这个省就慢慢的独立了 发展成了一个国家 至此之后黑山是越战越勇 到现在成了巴尔干国家中战斗力最强的国家 它最早是靠着欧盟第一候选国 明日欧盟护照的称号 才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据书记显示 黑山的人口为623万人 国统面具约为14万平方公里 和我国的天津一般的 根据世界银行统计 黑山是巴尔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人均收入一直在急速上涨 其中增长最快的就是他们的旅游业 预计在未来十年里 黑山的旅游业将以8.8%的速度持续增长 发展空间非常大 在2021年的一年内 一共有256万游客来黑山旅游 游客收入达到了11亿欧元 英国的独立报还曾经把黑山评为 世界上不为人知的旅游圣地 要知道黑山的旅游作员非常丰富 它拥有很多的名声估计 还有117座沙滩 河谷城堡 国内还有特别多的教堂 并且景色非常优美 的确是世界上少有的旅游圣地 可以说黑山的崛起就是靠旅游业的 黑山的交通网络非常发达 它拥有两个国际机场 全年有很多的航班 都是来自很多地方的首都和发达城市 铁路和高速公路更是密布 这也就是黑山能够发展起来的原因 正所谓要想负先修路 黑山的名字是来自于黑暗山第三林 伯伯伯托夫库克山就是黑山北部最典型的黑色山脉 也是黑山的最高峰 它一共有5个公园覆盖了它们10%的国土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黑山杜密托尔国家公园 面积为390平方公里 这个公园在杜密托尔塔拉以及苏西卡在1980年的时候 被列为联合国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度 而塔拉河峡谷是黑山上最长的 它长82公里 最深处有1300米 也是欧洲最深的河流峡谷 所以说它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旅游胜利 接着我们来说说黑山的布德瓦 布德瓦是一个充满维尼斯风情的热闹繁华小镇 这里作为亚德里亚沿海最古老的定居点 有着非常多的故事和传说 传说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 在布德瓦留下了巫术的遗迹 你既可以体会到亚德里亚海岸边最古老的生活气息 又能看到一场美妙的视觉盛演 还有非常丰富的夜生活 以及独具特色的地中海事建筑 总的来说黑山这个国家 是被世界低估的旅游国家 在不久的将来 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知晓这个旅游圣地 来一朵它的风采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 用你发财的小丑给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